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 黄阳达 黄毓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温的朋友看不到刚才那一部节目 我会再介绍一次 由英军的伤识开始说 英军你伤识怎样 好翻发城 好翻发城 今早有汤姆 有我们新主持阿华 有英军 又去了日本不做台庆的淡仔 我治疗性水病 还有大香港Joey Joey 我觉得你要想这么新的名字 为了区隔你又不笑你Joey 大香港Joey 黑斯 黑斯 她刚刚讲Joey又好像太长 她是什么名字 空姐Joey又好像有些 有些职业歧视 有些又不是歧视 很情趣 超大黑斯 好像情趣 不是情趣 又好像情趣太多 情趣 很懒惰才叫她 她会穿成这样 我觉得 黑斯Joey 你叫的吗 她线我 我传过给她看的 你不要在这里领工 她原本是查询我意见的 她问我 穿这件衣服好不好 你自己又不来台庆 你不要在这里假装有餐 你没粉 她在我服装指导 你没粉就没粉 OK 刚才有点意外 所以我们这一季是重新再来过的 所以会硬了一点 不好意思 想凶当然喝茶 OK 好 我们今天第一节先说什么 我们第一节就 不如先看一片 好 这是今天第一节要说的 昨天在政府新闻网出了一个警察的宣传片 这个宣传片出了之后 我们《二月时报》都有做报导的 出了之后 未几都被人吵架得很糟 一直在吵架 其实为何吵架他们呢 其实跟这条片没什么关系 严格来说 我觉得这条片 这条片是无辜的 就是没什么糟 就是没什么糟 这条片是一般公关的 那 进去又不是很一般的 有点巧妙的 他当然是例牌的了 社交媒体的东西 但凡是政府的东西 黑警的东西 都例子了 那些东西 我想说昨天《二月时报》出了一个 一个 Game 出了一个Game 的那些广告 那我们就做了很多 那些 手机Game 台湾Game 那些广告 然后 昨天 出了一个Game 然后他有一个手机Game 在一个page上出一些片 那些Game 好像叫什么 叫什么 《四大明报》 我们出了《四大明报》 都有人留言 《举斟談判》 《举斟談判》 《三大明报》 跟你赢黑警 《举断之內》 etto 忍不住 不 不是 不是说现在的警察 你好像是古代的 你哇 одна的古装 满爲安 雖然都是朝廷的影响 但是好像 就是 像我昨天做完这个을 bunch 大家分享一些事的时候 要有严重点 但是我们把一个广告 你 《四大明报》 他們會拘捕水貨,那些嚴師、嚴邦那些會拘捕 那些只是買手機遊戲廣告而已,又不要嚴苛太多 好啦,然後就,總之民情就一定是這樣 政府出了這條宣傳片,那條片有個名字,幫我瞪瞪瞪瞪名字 攜手滅罪 警民同心,守護我們香港地 但這條片有少許巧妙的地方就是,其實政府是知道,或是黑警的公關 可能是公關科之類的 他們是知道自己是黑人真的 例如拍這條片的目的是甚麼呢? 例如一般你拍,我覺得這條片是有點巧妙的 你一般拍的警察宣傳片,其實你是正常去理解 我拍警察宣傳片,你要宣傳甚麼? 你宣傳警察盡責 警察是做甚麼,給市民知道 警察執行職務的時候面對多少的艱難 但面對多少的艱難,例如概念一些的公關工程 你會強調他們的勇氣 他們的專業 為了保護市民付出多少 或者是他們那種黑記、紀律 你要宣揚這些東西 但是這條片,剛才剛才我們節目播出的那條片 或者是政府新聞網昨天播出的那條片 就是,他強調的位置不是那種 他強調的位置就是,簡單來講一句 就是,就是,鞭竹地說 整條片的主題就是黃先生幫幫手 整條片,他整條片是叫市民幫他手 和市民攜手滅罪 不是,他簡直是叫市民幫手 他簡直是說,不要管你怎麼搞的 你不幫我搞不懂 你認真看多次 你認真看多次 即是,他一開始就是 你認真點看 他從第一個開始就告訴你 他是搞不懂的 你開始看,你開始看 你看到嗎?是全程沒有做到事的 是全程都處於 即是,這條片是多少分鐘? 三十、半分鐘而已 這條片三十秒 有二十秒,那群警察是處於 嘩,這樣怎麼搞的 尤其是一開始的場景 搞不定 剛才我們沒有開咪,我們剛才沒有開咪 我們剛才有開咪 剛才我們的咪開著 剛才你看到那個場景 即是,一去到就是 嘩,第一開始 怎麼會跟李正熙一樣 怎麼算呢,怎麼算呢 我這樣,馬上不保守 我搞我這樣 接著不只是市民多的地方 他會感覺到我搞我 就算去到查案 入到一個查案現場 不是那個妻子說 給你聽,裡面有USB 他都不會找的 然後一進去,一拿起 嘩,屌你電腦啊 嘩,這麼大啊 USB啊 你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屋裡的街 接著是 那個斬人那個 接著是去到最後 帽子都掉了 帽子都不吃 帽子都不吃 還要自己不吃 還要自己不吃 我打算上車 接著就有人把帽子撿回給他 我想說 其實呢 如果,以我的拍戲的經驗來說 香港拍戲呢 因為你不可以無緣無故拍警察 雖然其實我們經常都無緣無故拍 但是理論上 如果你拍有警察制服 或者是自稱警察的東西 如果你不向這個這樣的 我不知道現在那個部門叫什麼 應該是公共關係科 你不向公共關係科申請的話 其實你是等於武警的 當然其實我們經常都不申請 但是如果在街上拍 在街上拍 尤其是有軍裝的場口 你不申請 你很容易在街上被鬥的 所以如果拍街上有警察制服 你就會申請 我想說剛才那場戲 說到最後那個警察 如果他掉了帽子 接著要叫市民收拾給他 因為你要先交劇本 你要先交劇本給他 然後公共關係科那些是很煩的 是煩得很厲害 他跟你去審核劇本的時候 他會說到警察是聖人的樣子 譬如你寫一場戲 在港的警察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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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哦 你的同事在哪裏執勤啊 我這麼少看到他們 我看到那些不是這樣 就是很多要求 例如他會說到 執勤的時候 然後去喝奶茶不給 不會胡亂說話 別人跟他打招呼他都不會認人的 是的 不會看自己私人的電話 不會胡亂周圍看 不是 好笑 有一次我寫 有一次我寫一場戲 有一次我寫一場戲 說那個警察走路 然後對面看到一個女生 很漂亮 然後他就趴著視線 一直追蹤到那個英俊 然後他說 我們的巡警巡邏的時候 是不會這樣到處看的 那我就問他 那他看什麼 應該是他看什麼 他說 他們是會處於一個靜態 但是又可以同時 察覺到四周環境的一段時間 用第六感 靈魂出竅 是啊 不是用眼睛看 那我想說 是想說什麼呢 如果剛才那場戲 是拍戲的話 是 跌了頂帽 然後有個市民撿起它 一定會BANG這場戲 是 BANG狠狠 警察怎麼會跌帽 BANG狠狠 沒有狠可能 警察沒理由這麼廢 不是啊 第一 你不見了頂帽是大件事 是啊 你是糟糕的 你回到去 是會 寫了報告 就是很大件事 而且 理論上 當然他事實上不是 但是理論上 如果是公共關係科 他一定會告訴你 就算發生了這些衝突的場景 或者是一些緊急的場景 他掉了頂帽 在平靜之後 他一定會自己處理得回 沒有理由要你去幫他處理 沒有理由要幫他處理 沒有理由要幫他處理 所以這場戲 如果公共關係科 批評的話 就一定不會寫下去 但是呢 那場戲 我又覺得 一定是 有前線的警務人員 是表達過心聲之後拍出來的 我真的撿不到一頂帽 手銬又跌過 整天不見東西 整天幫我撿到 不是啊 因為 所以湯姆沒有去過抗爭 在示威現場的人就知道 他們整天都掉帽 他們整天都掉帽 你有沒有留意 是經常掉帽 而且在示威現場 掉帽 是例外被人玩的 一定踢到 不知道踢到哪裡 是啊 一定被人玩 每次都是 不是啊 淡仔這些傻子都去試試 幾次都掉帽 沒有 你沒有 你經常試過 我撿到 你又問他 他去哪裏 沒有 是整個傻子都玩的 整個傻子都不見了帽 帽子是最容易掉的 尤其是示威現場 是經常出現的 然後 然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PTU PTU 不是 那個不是PTU 那個是 那些死警察都很喜歡看那一套 PTU 任達華 就是 杜如鋒有一個PTU 然後 後來還有幾套 有一些 我忘記了第二套 還是第三套 Exactly 有一場戲 就是講PTU 是否掉帽子 然後 在那裡兇狗那些傻子 在那裡兇狗那些傻子 說他 跟警察收拾帽子 給我 我想說 那些死警察都很喜歡看這場戲 覺得很威風 然後 然後在示威現場 你給這些 那些人 那些人 不知道什麼人 踢到那些帽子 不知道去哪裡了 藏起來 不知道丟掉到哪裡了 他們 爬之中 他們覺得很侮辱 爬之中 他們覺得很侮辱 而他們侮辱到一個什麼地步 他們侮辱到是 故意拍一條宣傳片 去鼓勵全香港的市民 幫他撿上帽子給我 下次真的要撿上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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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踢走他 撿上帽子 現在就可以播相見 喜歡那條片 其實昨天也挺多人貼過那條片 因為那條片的事態也是昨天發生的 昨天前天發生的 那就是這個 在這個 前天發生的 政府的宣傳片出來之後 昨天也有很多人分享那條片 也有人貼回政府的宣傳片那條留言 大家稱之為一個平衡的時空 在警察的宣傳片的世界裡面 就搞到很多朋友 又幫你抓賊 又幫你找USB 又幫你執舞 但是現實情況就是怎樣 就是阿湘叫你最想播這條片 你播吧 你貼了錢 喂 你收拾牌不懂得抄嗎 用得我帶你抄嗎 你不肯付錢 你都神經病的 快點的 死老子 你不肯付錢 你不肯付錢 抄牌是否這樣抄啊 不費納稅人的錢 你付錢一個月 死老子 沒有情供出 你不肯付錢 喂 老實說 抓賊沒有那麼勤力的 你 你怎麼抄牌這麼厲害的 抓賊 你那裡躲在一邊啊 死老 抓賊 你不肯付錢嗎 你不肯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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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老子 你吃屎 你看你家人有錢 你不肯付錢 你不肯付錢 我來啦 死老子 快去做啦 快去做啦 死老子 你不肯付錢 故意 我實捨去求求你 快去 你冷靜點 我第一次見到你 我第二次見到你 死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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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路 你們看得不肯付錢 這條路 這是雙傑最想播放的 那麼 這個 這個 有人站在那裡說是藍絲 是啊 那個男人就是前申報社長 是嗎 要有名有姓的 有名有姓 你真的是文化界人士 厲害 這樣 我想說 講一講整個文情 講一講整個文情的輿論 剛剛那個星期日 搞了一個 又是反港獨 支持釋法 撐釋法 撐釋法 那些集會 有很多人 他自己就說有4萬人 警察說有2萬多人 怎麼看都有2萬人 老實說 那你當他一半收錢 一半自發 自發出來也有1萬人 都不太開玩笑 但是呢 必須要承認 現在現在由宣誓風波到這一刻為止 到今天就會進行這個司法複合 在輿論和民情上 其實最近經常都說這件事 事實上是 那些青年新政那些傻子 是過街老鼠一樣 經常被人罵 那些什麼撐釋法 反育華那些集會 就有很多人去撐 去出席 但是呢 大家就不要誤解了一件事 不要誤解了一件事 不要誤解了以為有一個民情 是轉向了叫做支持政府 這個東西是很難建立出來的 世界各地都很難建立一個支持政府的民情 除了不丹這樣的地方之外 就是他人少 或者是杜拜那些 或者搞到你很有錢 他都不會無緣無故撐政府的 他覺得他有錢是應份的 就是這個世界是很難去撐政府的 出現一個支持政府的民情 或者支持一個建制 支持一個權力的民意 是很難出現的 現在會出現的一個浪潮 譬如無論是那些反育華 反港獨的示威 或者是 就算寫明是撐釋法的示威集會 其實那個民情 是 只不過是在吵架中的港獨 是反對港獨 是反對港獨人士 就是港獨人士 經常像土撥樹一樣 那一類的土撥人士 那一類的不是土撥人士 那一類的 港獨人士 港獨人士 但是跟土撥人士沒有什麼分別 無論是毒的 整個形象 那個是 你是容易導引一幫人 你是容易導引 一幫人去憤怒 你是容易導引一幫人去憤怒 你是容易導引一幫人去憎恨 某一件事 容易導引一幫人去反對某一件事 反對港獨 反對支拿這些侮辱言辭 反對侮辱整個中華民族 我們一定要打到這些人 一定要推倒這些人 這就跟文化大革命當年一樣 假設當年推廣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毛澤東推廣的文化大革命 是我們一起寫好中文 那樣那個革命就推動不上來 推動一件建設的東西是很困難的 尤其是要推動群眾一起去建設一件事 是很困難的 大規模的動員 或者大規模的群眾的力量 或者是一些 不要叫群眾的力量 集體的力量 如果在人類來說 買的世界不能夠這麼說 在人類的世界來說 一定是推倒一些東西 打破一些東西 OK 甚至有些具體的象徵去推倒 例如推倒柏林圍場 那個運動是不能變成 就是說 東西 對 東西 東西得起過塔 手牽手 那個事情 是搞不下去的 你明不明 而在整個鬥爭裡面 我昨晚節目說 或者最近我們必須承認 在整個鬥爭中,我們是輸給共產黨 是因為共產黨很順利、很聰明、很成功地 去挑動敵方陣營 敵方的陣營就是我方的陣營 我方陣營的內鬥、內亂 拉一派、打一派 燒上我派的力量 然後在選舉結束之後 也很順利地建立一些鬥爭的對象 值得被推倒的對象就是青年新政 然後就鼓動了很多的民情 集中的力量去推倒 我想說,出來去支持政府 不是支持政府 出來去支持釋法 去反港獨、反育華那些人 其實那些人是不代表他們支持政府的 而那些人隨時是會... 又或者像剛才看電影一樣 吵架警察那些人 他們隨時是有參與聯署 有參與撐釋法集會 反育華集會 是隨時有的 然後他們依然是會吵架警察的 他們依然是會吵架警察的 我想說的就是 要搞清楚一件事 政府或者梁振英政府 他擅長的不是管治 他擅長的不是去建立一些東西 又或者由來中共也不是擅長這件事 中共擅長的是鬥爭 中共擅長的是搞批鬥 他擅長的就是鼓動 或者是去導引大家去尋找鬥爭的對象 或者是導引鬥爭的力量 那這方面很成功 而香港人必須承認就是 包括我們在內是不夠他鬥的 因為我們都不是擅長鬥爭的人 即使我這樣 我其實是一個擅長管理的人 我不是擅長鬥爭的人 所以 雖然這段時間經常跟大家說 我們處於劣勢 處於這個惡劣的狀況 但是 在鬥爭的角度來講 其實 雖然我們 因為譬如在九月立法會選舉 那件事的確是艱難 一開始我們就知道是艱難 因為你要推動的是建立憲政的意識 推動一個憲政的文化 推動整個制度 整個政壇的改革 達日這個 就著永續基本法、全民制憲的設立點 去導引大家進入這件事 令整個政治運動 去抱有一個新理程碑 這件事 牽涉到的 也包括我們《二月時報》的責任 就是要教育大家 去理解那件事 去追隨那件事 但是事實上 也不怕得罪地說 我們的聽眾是喜歡聽我們屌人的 其實我們的聽眾是喜歡聽我們說髒話 罵夠 屌你們有沒有症棍 必須要承認你們的質素是比較低的 就是 當去跟大家說一些 喂 何謂憲政啊 為什麼要通過城邦自治 而不是徹底切割獨立 那些 老實說 我們的聽眾 能夠真的得到這件事 其實就不多了 其實他們只不過喜歡聽粗口講政治節目 很多 喜歡 還會說 屌你腦尾 扣你 啊 佳 那些 然後 這個世界就養了一大堆粗口論證的節目 其實是沒有內容的 其實是沒有內容的 然後他們又喜歡聽 那些 譬如有些 他們會先分享到我們的群組 對 他們會分享給我看 我很喜歡聽你的節目 與此同時 我很喜歡聽 嘟嘟嘟嘟的節目 那些 然後還會說 除了黃陽達之後 我就是 最喜歡聽他爆屍的 就是 除了聽黃陽達爆屍 我還喜歡聽誰誰爆屍的 那些 你瞪著看土撥鼠的那條片就可以了 你這麼喜歡一些沒有內容的東西 你長期在電腦播放著土撥鼠的那條片 嘟嘟嘟嘟 那就可以了 你播了十九幾個小時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 我們必須承認就是 就是沒有冒犯的意思 OK 純粹是質素低 不是冒犯的 不是真的沒有冒犯的意思 只不過真的質素低 我們自己做傳播 我們都要明白 聽眾就是這樣 有一部份的聽眾就是這樣 好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來說 在這個情況來說 甚至《二月時報》的頁目都是這樣的 它持續最多wish的新聞 都是屌黑警的 譬如我們 最近很多人share 出來的 譬如 全民制協 五區公投全民制協的搭客文 老實說 事實上是很多支持我們的支持者 其實是沒有人看過的 其實是沒有人看過的 現在就share 出來 然後結束一段 會說 關於釋法 關於釋法這件事 其實在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葉普成的搭客文 不是有說過我們的綱領 是想著要怎麼處理這件事 然後大家發現新大陸 原來那一段說過 怎麼會來的 那時候去share這些東西的時候 或者那時候出這些東西的時候 大家就看不到 大家看不到 包括我們自己的支持者 因為甚至是我們自己的支持者 他也是喜歡看那些 嘩! 所以其實如果有部分我們的支持者 投票給梁仲恆 我想一下都是合理的 因為梁仲恆也都符合你們的期望 是不是? 他進到立法會 就真的飾演你們最喜歡看 哇! 我一個這樣的畫面出來給你看 但是 我想說的事情就是 建立從來都是困難的 我們希望做的工作 也是希望去導引大家去 真的能夠去 認真地知道 香港的政治問題在哪裡 要解決香港的政治問題 我們需要的工具 需要的內容 需要的手段 需要的論述到底是什麼 你聽網台節目 經常都聽到這兩個字 論述 是經常都聽到這兩個字 香港的網台節目 是經常都有這兩個字 而香港的網台節目 多數都沒有這兩個字的東西 在裡面 但是不要緊 不要緊 去了解這件事 也要清楚一件事 最終想說的是什麼呢? 雖然要教育大眾是很困難 那件事是漫長 我也相信 就算現在聽到我們節目的朋友 其實他一直以來都不明白 我們在做什麼 但是不要緊 我們都要哭著這群人 都要醉著這群人 那靠的是什麼呢? 或者是其他 我們怎樣去凝聚呢? 其實就要學習梁振英的 也要學習梁振英政府 就是 屌黑警是怎樣都沒有錯的 屌黑警是怎樣都沒有錯的 所以你看看《醫院時報》也是這個方針的 有時候過一段時間沒什麼說 哎呀 屌黑警 譬如你搜尋 你搜尋《醫院時報》加《休班警察》 哈哈哈哈 我也說《醫院時報》 《休班警察》 可以簡直形成了一個口號 某程度上 變成了一種口號 《醫院時報》簡直是《休班警信》 哈哈哈哈 是專門報導休班警察 我想說 休班警察逼學男童喝尿 那些事 休班警察又行 前警員 我分不懂 喝尿的前警員 休班警察有時候偷東西 有時候非禮 其實大家可以做一個列表 大家可以做一個列表 這個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罪行 休班警察有哪些罪行 是沒做過的 是幾乎沒有那麼多 是幾乎沒有那麼多的 所以大家集中 當最近沒有什麼話 最近沒有什麼話去搞的時候 就集中吵嚇警了 OK 好,休息一會兒 回去繼續